前几天有件令人很气愤的事情 有位网友朋友来私信我 内容是什么我给大家念一下 李传长打扰您了不好意思 有个人盗用您的视频 冒充您在快手吸粉一万多 专门干那些欺骗粉丝的勾当 所以也请您也管管或者是投诉 谢谢 骗了我几千块钱的中介费 我目前正在收集证据 送他进局子 过几天他就会收到法院的传票 因为公安已经立案了 然后下面的是他的快手号 叫航海时代 然后下面就是他的姓名 身份证号码 还有他的住址等等 那我在快手也搜了一下 这个航海时代已经下架了 没有了 所以这个事情确实是令我很气愤 他不但盗用我的视频 还冒用我的名字做欺骗之事 那其他的外网平台 外查了一下 比如小红书等等的 也有大量的盗取我的视频的事情发生 那么维权投诉就占用了我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所以在这里呢 我郑重声明 目前我在国内的平台 只是在今日头条 就是西瓜视频了 还有抖音 B站 这三个地方发布作品 那其他的平台都是盗版的假冒的 我本人是在职的船长 在平台上分享的是航海的知识和经验 职业海员的工作和生活 并不承来任何有关海员培训和派遣方面的事情 这个是第一 第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员外派管理规定 第三十条的规定 海员外派机构不得因提供就业的机会 而向外派海员收取费用 海员外派机构不得苛扣 外派海员的劳动报酬 海员外派机构不得要求外派海员提供抵押金 或者担保金 这是法律上的规定 那这条规定的意思是说 正规的海员中介机构它不会向海员收取任何费用 换句话说吧 海员的派遣压根就没有中介费这样的说法 更没有什么押金 所以说凡是收取所谓中介费的 一律是假中介或者黑中介 所以呢 我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 如果你想从事海员这项工作 请你一定要找正规的大中介大公司 一定要擦亮眼睛辨别真伪 避免被坑 最后呢我真诚的感谢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节目 让咱们共同维护李传长笔记频道的纯洁 谢谢大家